9月24日是非典型尿毒溶血症的關注日 我是香港大學的葉逸軒醫生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香港小儀慎科學會的馬立德醫生 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那麼罕見的病 Hi Desmond Hi 你好 大家好 Alison 其實我們都認識了很多年 但其實我們剛才說的這個病都頗巧 其實是甚麼來的 這個病我們叫做非典型溶血尿毒症 我們英文叫做Atypical HOS 其實都是罕見病的一種 每年的發病率 每一百萬人大約是零點二到三個人 差不多才有病者 所以其實是很罕見的一個病 其實它的成因也有很多種不同 我們都需要及早去發現和治療 一般來說大部份的患者 他們都會出現一個溶血性的情況 有些貧血 也都會有血小板過低症 再加上都會有腎的損傷 診斷方面就很複雜 我們今天又不說了 但治療方面 其實有沒有甚麼是新的進展 是呀這個非常之重要 因為在這個AHS的治療和診斷裏 我們這十幾年都有很多新的發展 最重要就是要定症 首先我們醫生的團隊 都是要有這個懷疑 去定了這個症的性質 然後就幫病人去找 究竟為何會有這個溶血尿毒症的發生 因為這個症可以是因為 本身病人有其他的疾病 例如打比方說 他有一些的嚴重高血壓 癌症或者一些免疫系統失調的症 又或者本身病人可能 他自己在一個免疫系統上 出現了問題 但是當然 再罕見一些 就是病人在他的本身免疫系統 有一個失調的狀況 我們很多時候說 這些是保體性的失調狀況 那些病人可能 本身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基因 的攜帶者 又或者本身 他有一些H因子的抗體 在他身體上出現 導致會有這個AHS的表現 所以都有幾不同的表現和處理方法 剛才你也提到 有很多遺傳引起 亦有提到保體 我也知道 其實現在有很多新的藥物 是針對保體的 其實對於這個病人有沒有幫助 其實針對保體的藥物 都要看病人 究竟是哪一種的AHS 才可以真的對症下藥 如果剛才你所說 是保體性的基因 或者是抗體方面 失調 所以導致有這個病症 這些藥物其實都很有用 所以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如果他不是因為這些 保體性的問題 譬如說因為其他病症 剛才提及過的 其他重病 導致他有計法性的AHS 這個保體的治療 就會有一些相互的地方 但到時都要跟醫生討論 我們都說了這麼久 其實Alison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想跟我們的病人 或者醫生的同業說說 是的 多謝你 我們覺得主要在AHS 這個罕見病 我們應該齊心去關心 這班病人 患者 還有我們醫護同業 都希望可以對這個病會 多一點關注 其實這幾年 都有很多新的發展 無論是診斷 治療方面 我們都有很多新的角度和領域 希望大家醫療同業 我們都可以攜手 令到病人 都會有更加好的愈後 多謝大家 今天大家都在馬醫生身上 學到很多新的知識 多謝各位 謝謝